VS Code 制定版本 嗨大家好 那我們這部分的短片 就要為大家介紹VS Code 它的設定值要怎麼更改 首先它很特殊的地方 VS Code 設定版本是採用Json格式 甚至連之後我們要講的 8個他的設定檔也是 然後任何擴充套件他的設定值也全都是JASON格式 不過如果你沒有去過JASON 或者是連聽都沒聽過JASON 不用擔心他非常好懂 一目了然 直接為大家說 然後我覺得VS Code還有一個非常感人的地方就是 預設設定值 都有詳盡的中文解說 所以你就很清楚每個設定值他會碰到哪些東西 不過如果你多下載擴充套件 他設定值的說明大概就是只有英文了 再一個大重點 大家改完設定記得存檔 開啟設定檔的兩個方式 我現在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Code 打開進來 你就會到一個歡迎使用的頁面 那如果你不喜歡看到這個頁面的話 可以 取消這個GoGo 那你進來之後呢 選擇 補態設定 就可以到設定檔 或者是 我們在 檔案 喜好設定 設定 這邊開啟 好那什麼是JASON格式呢 JASON格式很簡單 就是我用雙引號包起來 放在左邊的就是 我要設定的東西 緊接著冒號後面的值就是 我要把這個東西設為什麼樣的值 好 然後每個不同的項目中間要用一個逗點隔開 那最後一行就是不用逗點 像這邊 這個最後一行就不用逗點 再來是 為什麼它設定檔編輯卻要分為兩邊呢 原因是 左半邊 就是這裡 這邊 都是VSCode的預設值 我們 完全不能更動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 很努力的按backspace 但是它紋絲不動 所以如果我們要更改設定 只能在這裡 把那個預設值覆蓋過去 就是寫一個新的檔案就對了 那寫完之後呢 要記得存檔 它才會套用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講一下CodingStyle跟縮排 那縮排它其實預設Tab就 14個空白了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用再送啦 可以在這裡 那 CodingStyle的部分呢 像我們課程也有使用到A-Style 所以A-Style 它也有套件可以用 那它甚至是圖形畫件也超棒的 輕輕鬆鬆使用 好 那接下來我要為大家講一下色彩主題 跟icon 的設定 這是我一個自己還蠻 蠻注重的一個地方 喜歡有美美的 布巾主題 好那要怎麼做呢 一樣 在檔案 喜好設定 色彩布巾主題 VSCode它預設就已經有好幾種 那像我現在使用的是Light 那我要用Fuck 它變超快的 好 然後 如果它預設的都沒有 你喜歡的 那就請滾到最下面 安裝其他的色彩布巾主題 我先寫回來 然後 它這邊就有一堆 可以看 那 你做 其實就像逛街一樣 點下去之後呢 它都有安裝好之後的 配色 讓你看 所以喜歡哪一個 就擺哪一個吧 好 那 那 那我現在裝一個給大家看好了 我先裝 我裝哪一個 我裝這個 安裝之後呢 它會請你重新載入 那就重新載入 好了之後呢 我們一樣 就是到色彩布巾主題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剛載的 就是這個 Zure 點下去 就好用啦 然後再來是 我要講的 iCon iCon也一樣 在 喜好設定 檔案圖示布巾主題 點下去 它有預設的 兩個 這個 第三個是我自己裝的 那如果這兩個你都不喜歡 也是一樣 點到這邊 它這邊有 很多的套件 然後你可以去瀏覽 你要哪一個 喜歡哪一個iCon 就裝 套件 我自己就裝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好 再來 還有 很多人 都非常注重的 快速鍵設定 尤其是 如果你是從本來 慣用電音機器 轉來用 ES code的人 可能會有一些 快速鍵是 VSCode沒有的 那這些人呢 很厲害的是 在擴充套件 在那個marketplace裡面 你也可以找到 這些編輯器的 快速鍵設定套件 所以裝一裝之後 你就不用去適應 VSCode 而是 VSCode 來 配合你的使用習慣 很棒吧 好 好 那這個連結呢 有 VSCode它的 快速鍵 預設 的功能 都在這邊 那請大家自己看囉 也一樣 它可以手動調整 快速鍵 那檔案 一樣是json格式啦 VSCode的設定教學就大致到這邊 感謝大家 來 說 sock 在 如果 美國 感谢观看